國道遠景 二十一歲的王皇冠軍 上週五在國道一號南下虎口路段 處理交通事故 遭到後車追撞 重傷昏迷 而經過了緊急手術的搶救 昨天醫生是判定腦死 家屬決定進行器官捐贈 將會有六名病患受回 緊緊抱著心愛的兒子眼眶充滿淚水 國道實習遠景王皇冠軍的警專同學 也趕來見他最後一面 在病房外 國道警方同仁列隊向他致敬 二十一歲的王皇冠軍 上週五凌晨在國道執行勤務時 遭後方一輛失控的休旅車衝撞 傷勢嚴重 庫內出血呈現昏迷的狀態 經過多天的搶救 被院方判定腦死 家屬決定棄捐 將他的愛捐出去 提到兒子王皇冠軍的母親說 兒子從小就乖巧善良 人緣好 以擔任警察的爸爸為榮 但在兒子考上警專後 他常擔心孩子的安危 沒想到卻出了事 而事發後 肇事者不敢面對 直到上午才來醫院探視 家屬也難以接受 家屬希望政府重視國道警方執勤安全的問題 希望透過冠軍的犧牲能加速國道警察危險津貼的通過 而在器捐手術後 王皇冠軍捐贈了眼角膜兩個 心臟 肝臟 腎臟兩個以及血管 將會有六個家庭受賄 另外針對撫恤的部分 也將抵造因公訓職來辦理 記者我有陳立峰 新北市報導